這條是相當基本的吊橋題 值得學習的 首先它就告訴你有吊橋 然後有一個縮鋼索 然後放一個花 然後吊橋的所謂Tension Maximum 就是8N 它就說Cable可以Stand for多少 那就是Tension最多8 多於8就斷 然後問你的W最maximum是多少 那做這點8 不要亂做 首先用Moment的方法 首先我找到Tension Moment 所謂Force尾這一格 然後先畫垂直線 OK 接著在這條垂直線上高 再畫一條垂直線 但你要經過Take Moment的點 因為這是3T Vector T R W 我不想計R 因為太繁複了 所以我就Take Moment在這點 滅了它 接著我就畫一條線下來 畫直角 這兩個直角搖相對的距離 就是這個Force的Moment 也看到一個方向是甚麼 按一下行法 我們叫Anti-Code-Wise 這個Moment為甚麼 因為它在Middle of the Line 我當它L那麼長 那這個Evra 2 這個是Veter 這個是直角 即是這個加這個 也是90度 這個自然是Veter 好嗎 好 接著 Moment Arm就是這個 Moment Arm是甚麼 L over 2的cos OK Moment Arm 我們叫做Force 就是T OK 方向的方便是Anti-Code-Wise 那這個就負責甚麼 Code-Wise 就是這個方向 Code-W 好了 W就是Force尾 OK 垂直線 Take Moment的點 距離是L L乘以W OK 可以嗎 因為T的Max是8 我要計W的Max是8 放在這裡 放進去之後 就是α2cos乘8 就是4cosF 那這邊等於甚麼 就是等於W的Max OK L是與負相弱了 那麼就是4cosF 行不行 OK OK